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普查从今年四月到五月底结束 而这一次淡水区有3200多户的普查户数 在普查期间就已经完成了3300多户的普查达成率超过百分之百 以这样的成绩对于公所同仁的努力 区长更表示肯定 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普查从今年四月到五月底结束 为期两个月的时间 由各区公所人员进行农林榆木普查作业 区公所表示淡水区有3200多户的普查户数 在普查期间就已经完成了3300多户的普查户数 达成率超过了百分之百 以这样的成绩对于公所同仁的努力表示肯定 我们全国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普查 从四月一号一直要到五月底为止 淡水的普查户数是3200多户 是我们新北市第二多的 那在这个集聚来说是属于第三集聚 新北市属于这个集聚的其实只有淡水一个 那我们淡水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完成3300多户的一个普查数 超过当初的3200多户 我们已经百分之百完成了 区长表示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普查 采全面性的普查作业 普查对象包括了农牧户 农牧场 农室以及畜牧服务业 林户林场 渔户 渔业公司等等 主要以派员面坊调查法为主 而这一次普查淡水是全新北市第二多的户数地区 能够提早完成普查也感谢农渔会的帮助 那我们的回表力也很低 在三点多 那这代表说我们普查同仁非常认真 快速地执行完毕 而且效率的品质很高 那当然也要感谢农会跟渔会的协助 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相关的普查 还有相关农渔民的帮忙 希望说这个普查资料可以作为国家 订定未来农渔民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光是在淡水地区 农林榆木户就有3202家 仅次于三峡的3933家 也是新北市第二多的户数 而淡水区对于这么庞大的普查户数 更动员了普查人27位 收集项目涵盖了营业组织形态 特性种类从业员工数 面积还有收入等资讯 而区长也希望这些资讯 可以提供政府严定整体的相关农业政策之重要餐具 对国家的发展也更有帮助 记得是短一弹水采访报道